柳氏便看着她道 亏你还是上了教养嬷嬷的课的 长辈们的提点都丢耳后去了 小心祸从口出 选秀之事已过 这些事再没必要拿出来说 不然倒像是宫里贵人 故意如此安排 使人落选一样 魏找脸色一白 盲站起来 母亲恕罪 是十一不知分寸 魏英看她惊慌 开口解为道 二婶婶也是关心咱们做郎君的名声 皇家是咱们做臣子的 可知会不得 柳氏听着 若有所思看了笑眯眯的魏英一眼 倒也没再说其他 没事没一动 知道是因锦春侯府上门 求取树双爪根一事 终是惹柳氏这嫡母 心中不爽快 这段时日很是挑了不少次 但今日魏英回门 她是不喜欢柳氏这般闹得大家不愉快的 好了 那些都过去的事 何必再拉出来 对了 阿县 过几日 便是静安后府嫡长孙的百日宴 你可收到请帖了 这里可不能轻忽了 魏英道 收到了 爹爹放心 我会好好准备的 此时下人匆匆来禀 大主君 二夫人 王爷陪侧君回来了 太夫人 让赶紧迎接贵客 没事等人不过惊讶一瞬 赶紧起身去迎 魏英安安静静地跟着太夫人 没事等一道来到二门 一大群人刚巧走过来 许是因陪同侧君回府 又逢七弟地回门宴 顾顺王过来的阵仗很是低调 除了那个有过一面之缘的贴身太监虫人外 为四名配刀侍未紧随 便是一身华服 神采飞扬的魏瑶 也只带了两个贴身侍从 老尚书早朝未归 大老爷及魏清风几个孙辈少爷倒是在 正与顺王说着话 魏瑶小意温柔地紧紧挨着顺王 魅眼如丝 外人瞧着他应十分得宠 在王府的日子和美 魏瑶的确很高兴 尤其看到娘家人和魏英的夫君 皆为在王爷身边说话 以他为尊 眉目间不禁扬眉吐气 一脸瞟了魏英好几眼 可惜魏英并未把目光放在他身上 而是微微侧头 一副宫廷的老实模样 只有蓝湛隐隐发觉 他的小夫郎是在发呆 魏英的确在走神 还自以为没人发现地 时不时偷看一眼蓝湛 还别着紫薇花的衣襟 心底有些羞涩 他刚进那院就把身上的花取了下来 怎么蓝湛还带着他去拜见父亲了呢 他有点想偷偷溜过去把那花揪下来 胡思乱想之际 众人以其刷刷的同顺王和魏侧君行礼问安 坐在轮椅上的顺王声音温和 倒也未多做刁难 挥手让众人起来 又专门关心了老夫人几句 太夫人聚功锦达了 也对王爷陪魏瑶回来 表达了真挚的欢迎和感谢 阴内眷见过礼后不好久留 他便直接邀侧君魏瑶前往内院休息 魏瑶却没直接应下 而是先看了一眼顺王 看他并无阻止才效应了 他这一番做派 眉氏柳氏等人看了笑容暗脸 梦氏也眼底微明 太夫人毫无波澜 从头至尾没把他放在眼里 反正人已抬进顺王府 再蠢再做 自有王府调教 魏瑶却直朝脸色红润的魏瑶看去 嘴边琴着笑 九弟弟三朝回门 想来新婚很是和美 魏瑶觉得他话里有话 古怪得很 小小回了个笑 多谢八个挂念 夫君待我极好 蓝湛耳朵间 文言对着顺王道 多谢策军官新内子 王爷今日拨戎前来参加回门宴 微臣不胜荣幸 顺王笑了一下 蓝氏讲好声客气 你我皆是魏家双子的夫婿 便也算连金了 谁家敢冒冒然与当朝王爷称连金 魏瑶下意识地看向蓝湛 便听他不卑不亢地回了句 微臣惶恐 能娶九郎君为夫郎 心中亦甚喜 魏瑶脸热同时 心底不忘嘀咕 看那一脸笑 哪里像惶恐了 这些话拿出来讲 也不怕惹大家笑话 转念又深觉自家夫婿 为人积民妥贴 不留画笔 顺王看向魏瑶和魏英那边 魏家家风轻正 而郎君是俊才 侧君温顺有礼 蓝主君亦是心善 本王游记得饭度四出见 蓝主君救了一只 为断奶的小黎奴 阿瑶也甚是喜爱 多次与本王说起 只后来派人寻遍上京 再未聘到同样的齿玉 许是没有缘分 不知他现下如何了 听到顺王突如其来的话 太夫人等人有些莫名 全都望向魏英 魏英也一愣 来不及多想 老王也记挂 红豆挺好 活泼爱闹 魏瑶却眼神一亮 顺着顺王意思道 阿瑶那只齿玉 的确可爱乖巧 家里谁不喜欢 本君也很喜欢 也一直很想养一只 同样的齿玉 可惜无缘 当着顺王和魏家人 他自然不好直接索要 但那满脸羡慕和惋惜 众人也领悟了出来 魏英微微醋眉 蓝湛赶在他说话前礼貌婉拒 能讨得侧君欢心 是红豆的荣幸 蓝湛如此识时务 魏瑶心底很满意 他是魏英夫君 这一家之主答应了 魏英做夫郎的总不能拒绝了吧 岂知对方下一句却是 只红豆与我们夫妇而言 与其他不同 实难割爱 若策君喜欢齿玉 微臣道知道京郊有一处猫庄 那里或许痒了 啊 魏瑶眼珠一转 好似抓到了魏英把柄 红豆技相思 莫非那小黎奴 是九弟与帝夫的定情之物不成 他眼角眉梢残存笑意 好似不过一句调侃两人 情义深重的玩笑 但周围好几个长辈都没心一跳 太夫人脸一沉 有些后悔当年拒绝小儿子 智云把刚回魏府的魏瑶 接到身边来教养的提议了 这又蠢又毒的性子 偏偏手段还不到家 梦是到底如何教的 不过想想 实在是那时梦是太能闹腾 好好的日子不肯过 连魏英一个失户的幼童也容不下 还想借此事挟制智云 若真按他说的把人丢去庄子上 尚书府和魏智云的名声 还要不要了 当然他最不喜的是 梦是利用几个孩子肆意妄为 不把智云这个夫君放在心上不说 还挑战他的权威 试问哪个母亲不心疼自己儿子 梦是嫌弃他儿子 他早已心生不满 便图个眼不见为敬 极少过问未遥教养之事 想着面上差不离便无所谓了 如今再看 太糟心了 想吧 暗横了表情僵硬的梦是一眼 梅是更是怒急 魏瑶这轻飘飘一问 却是好生歹毒 若兰湛不明所以 真傻乎乎地点头了 魏英在定亲的情况下 还与外男私相授受受的罪名 便定死了 担心他一个年轻男子 不懂内宅的疾风 梅是当下便想开口转开话题 却不想拦战随意一笑 道 说来惭愧 饭度寺惯有放生求愿之俗 在下科考在即 本想去寺里求个心安 却无意间发现了那只小黎奴 许是哪个香客买来特地放生的 这种离不得悉心照料的幼崽 寺里僧人无处安置 便做了个顺水人情 魏家孙媳邓氏道 的确听说过 有些香客会特地去猫渣那买些幼崽放生 听到猫渣 梅是几个都醋梅 到底对这种猎奇十四 没甚好感 顺王好似起了好奇心 的确有缘 既如此 不知蓝氏蒋方才说的猫庄是何处 本王却是第一次听说 上京还有这样的地方 蓝湛道 不过偶然知晓 那庄子主人最爱黎奴 费尽心思收集了许多不同品种的猫 平日也不拘管 任他们来去 顺王 侧君既想养猫 重人 回府后派人去那猫庄看看 聘直尺欲回来 魏瑶虽有些不甘心没坑到魏英 但看到对方脸上不负方才的闲事舒心 没事几人也一副强颜欢笑的样子 心情一下便明媚了 当即笑得灿烂 声音软得快滴水 阿瑶在这先谢过王爷 您对阿瑶真好 不过一只黎奴 能搏测君欢心便值得了 随后两方分路 进了内院政厅 魏瑶当着太夫人等人的面 直接坐在了左边主位上 还笑银银帝让众人都坐 好似所有人都得听他发号施令 看他脸色行事 大家具备他的张狂噎了一下 大伯君 不是阿瑶多嘴 这里毕竟是招待内卷的宴客厅 摆设虽不需多么豪贵奢华 但依稀记得 这家祥云仙贺平风已在厅中摆了许多年 也是时候换了吧 您展馆上舒府中馈 总得周全歇 王爷前些十日刚送了一座大佛年纸金香玉瓶给本君 晚些时候我便让王府下人送过来 天个锦儿 魏瑶拨着茶盏轻飘飘道 没事嫁进上舒府这么多年 还是第一次被如此下脸 连太夫人都没给过他这样的难堪 今日竟被个小辈说教了 气急返笑 却用眼神制止旁边欲言语的邓氏 倒不是他不恼 而是真要跟魏瑶争执起来 才是降了身份 失了体面 谢氏面容古怪 之前魏瑶还在府里时 他接触不算多 就前前打过交道 那时虽然觉得魏瑶冷淡清高了些 却也没像今日这样咄咄逼人 是的 咄咄逼人 今日魏瑶着实不向来贺喜弟弟回门 更像是为了天独掌事 作为魏清风的夫郎 他总归明白自己夫君明明 与八弟魏瑶同父同母 却为何对大房的九弟魏英更上心了 瑶哥这样混不吝的性子 他夫君定然欣赏不来 更别说其他长辈了 果然派夫人也不做 就站在客厅中央定定看着魏瑶 神情默然 长辈不做 其他人自然也不敢做 故整个客厅里 唯有魏瑶一人坐着 所有人只沉默看着他 魏瑶在嚣张 面对所有人不算友好的凝视和冷漠反应 普也有些摆不下去了 他放下茶盏 故作高深地笑了笑 大家这是做什么 怎都不做 祖母可是对本君有何指教 呢 嗨 我 你 那些疼 我 这些东西 有点 我